3 2 1 來 邱師兄 大家好 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你穿的衣服是黃色的呢 黃色的話其實我們當初來 公理服務的時候先當義工 那後面是有心情要繼續在公服務的時候 我會請問公主 我們是該穿什麼顏色的道具 那公主當初看了以後 黃色衣服 還知道我們穿黃色衣服 那黃隊其實就是五甲的一個概念 那會先練五甲 因為我們身體 還要先鍛鍊強壯一點 然後以後 縱成在 藉由我們身體在辦事的時候 這樣子它會比較好使用 所以一般都會先練五甲身 那當你的身段練得好以後 五甲該具備很多可能 將來看每個人的修行 有可能會再轉五甲 轉成文駕這樣 那一般的文駕是穿白色衣服 那很多信眾說你洗香的時候 然後那個姿勢啊 非常的霸氣啊 那你洗香的時候 會有感覺嗎 有感覺 但是身體 可是自己的意識在動 對 還是有感覺 意識還是讚的 並不會說完全是不記得的人 應該是說 在洗香的時候 其實意識很輕微 還是有意思 那洗香之後 沒有洗香的時候 會有痛絕 或者是灼熱感 或是什麼的嗎 其實不會痛 但是就是 還是有一點點熱熱的感覺 那是不是那種 灼熱被燙到那種感覺 那洗完香之後 身體會有 傷還是會有 碰怕的這種狀 就是有 起水泡的狀態嗎 起水泡是 當第一次 因為沒洗過香 第一次洗的時候 自己還是會有點怕怕的 對 第一次洗完以後 還是會有點痛 但是 洗澡洗完以後 其實就不會痛 就完全 就很成績就不會痛 那接下來再洗的時候 其實 就沒有什麼 那種痛的感覺 好 謝謝邱師兄 謝謝大家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就幫我們 按讚 訂閱 分享 不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就 謝謝掰掰 我們影片到此結束 掰掰